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时评节目 我们在这期节目讲之前 我想先回应一下 之前那期节目引起的一些纷争 其实我没有必要在这里面做解释 只不过因为外界的这种声音太多了 我觉得我的观众也希望我能够稍微的做出一点回复 这件事情就是台湾像往常一样 遣返了一些从中国偷渡过来的 这里边本身没有什么问题 只有其中一个人 他由于他的政治见解跟他所在的中国 共产党政府是不一致的 所以很多人认为台湾的政府应该允许他留下来 或者是帮助他转移到其他的国家 对他应该有不同的对待 跟其他的偷渡者应该有不一样的区分 但是我们知道后来台湾政府经过评估 决定他不符合政治难民的这种条件 所以说把他给遣返回中国了 实际上台湾本地的媒体的关注度不是很高 我也在搜集这方面资料的时候看到了 原因就是即使是国民党控制的媒体 他也觉得不好意思说台湾应该留下反共人士 台湾政府的做法实际上是有理有据的 但是海外的一些人就是那些所谓的反共者 反共人士他们就看不下去了 就讲说台湾人应该这么做应该那么做 但是我在节目里讲的很清楚 我说这个胡海波本人他是不是间谍我不知道 我们先姑且就说他不算间谍 而对于这样的人我们是表示同情的 因为在中国确实这个中国共产党在浓郁中国人 很多的中国人他想出去出不去 台湾政府最终做出这个决定 我觉得也应该去尊重他 毕竟这是一个主权国家 这是一个民选的政府 这个政府如果你不满意 如果台湾人不满意的话 可以投票选别的党 可以投票把这个蔡英文选下去 对吧 但是海外的这些人站在说话不要疼 批评蔡英文政府甚至说民进党跟共产党勾结 这种说法居然都存在 我觉得真的很难你说他们是愚蠢或者是无知 我觉得反而他们背后是不是有一个手在控制他们 让他们这么说 因为攻击台湾政府攻击民进党 攻击蔡英文受益的是谁 当然是共产党了 所以说我很遗憾看到所谓反共人士在配合中共 在对现在的台湾政府发起攻击 我看到这个现象真的觉得很丢人的 台湾是个自由民主的社会 你怎么说都可以 对吧 很多人在批评台湾政府 批评民进党没有任何问题 这是一个民主制度 民主社会下边正常存在的事情 但是这里边现在这个时刻有一个特殊性 这个特殊性就是这种制度 这种保障人权的制度 现在是受到挑战的 是受到对岸的挑战的 是受到威胁的 是随时都可能被消灭掉的 这时候你就不能不把这个事情上升到一个斗争的高度了 就是在政治博弈当中 你就应该把一些情绪给抛出出去 不能够太感性 不能够富人之人 不能够感觉上是有点 怎么说没有政治的头脑 跟没有政治智慧 没有这方面的考量 就不行了 这个时候就应该想到 现在最大的威胁是什么 台湾人应该怎么做 如何保护自己的安全 保护自己这个国家的主权 只有这样才能保护得了这个国家的现有的制度和人民的生活方式 所以这个才是排第一位的 而这正是台湾政府需要考量的事情 他更要考虑这个国家人民的他们的意愿 这个国家的安全 国家的利益 未来这个党是要竞选的 是要拿选票的 对吧 他一定要做出符合台湾利益的事情 更何况你说台湾政府冷血吧 也说不上 因为台湾政府过去这么多年 包括后来蔡英文政府 也没有遣返一些 就是反共人士 民运人士 有的人士他还是留下了 或者是让他们去想办法 到第三个国 如果有别的国家接收的话 实际上之前也这么做过 拒绝按照中国政府的要求遣返一些人 实际上台湾政府也是这么做的 只不过他们有自己的套衡量标准 谁符合 谁不符合而已 所以你谈不上说他们 把所有的投靠他们的人都一概拒绝 也并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面 我们对胡海波的遭遇是表示同情的 他回到中国可能会受到一些迫害 但是不会很严重 还不至于像朝鲜那样的那么严重 这个比较我们觉得应该是不合适的 我们要念清楚 这不是台湾政府对他迫害的 是中共对他迫害的 但是你如果联合所有人就把这个矛头转向 不反共了 然后开始反台湾政府 开始反民进党了 那就就是敌我不分了 对吧 说不好听的 你说你是反共的 谁知道呢 对吧 反共人里头难道就没有那些被中共收买的人吗 大把的 对吧 特别是海外的这些民运圈 喊起打倒共产党的口号比谁都响亮 但是他真的就清白吗 真的就没有问题吗 这必须是台湾政府要考量的事情 所以说我在这个问题上 我认为台湾政府做的是有道理的 这种事情肯定不是我们最后希望看到的 但是这种事情又是在我们面前发生的现实 我在中国国内的时候 在前几年 还不断的去写公众号 不断的去呼吁说 能离开中国 尽量尽早离开中国 当然了 你这个离开的方式方法 也得有点讲究 也得有点思考 应该想点办法 不能够最后让自己陷入被动 像胡海波一样 总之我之前那期节目讲的 其实已经很清楚了 我觉得再对我上刊上线 我觉得就是故意而为的 看过我一千多期节目的朋友 观众 肯定大家懂的都懂 对吧 理解的都理解 前面这讲的事有点多了 我们再赶紧看看 今天要讲的一个新闻 其实这条消息 是这两天发生的 是对之前的一条消息的一个更新 疫情封城之后 在西安的一个媒体人叫江雪 他写了一篇文章 叫长安时日 这篇文章被删除了 他的号也被暂时封了 后来胡锡进 就是环球时报 这个党媒的前总编辑 他发表了这个一个微博 然后支持这篇文章 说他不应该删除 果然后来这篇文章就恢复了 这是我们之前讲过的 这世界又有个后续 就是这篇文章 后来又被删除了 然后不仅这篇文章再次被删除 胡锡进支持这篇文章的那个微博 也被封杀了 这怎么理解呢 实际上后来发生的 正好印证了我之前说的那个判断 就是我说胡锡进讲出这个话来之后 然后这个号又恢复了 这是腾讯自己的行为 这是我之前讲过的 这是胡锡进为了赚流量 为了体现他的公正性 然后讲了这个话 腾讯觉得说 不能够这么没面子 既然这个党媒大佬都这么说了 这篇文章不应该删除 那他们就说明是误删了 就把这篇文章恢复了 那么现在这俩人 江雪和胡锡进的文章全都被删了 那这个肯定就是上级部门的要求了 这就是政府下令了 实际上最后政府打了胡锡进的脸 就告诉胡锡进 不是什么事情 都是能够替共产党说话的 你有些话也许是在害这个党 你觉得这篇文章没问题 但是党不一定这么认为 上级领导不一定这么认为 这也能告诉我们胡锡进 他代表不了共产党 他说的话 当然全部都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说的 但是有的时候不小心 这个拍马屁拍错了 拍在了这个马腿上 对吧 最后导致了他就被踢了一脚 所以我们看得出来 做叼盘侠不是一件容易事 它是个技术活 你一不小心叼错了 没叼准 就可能自己就会倒霉 而这种情况一定会越来越多 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的很多小粉红 五毛还有那些替党说话的 自认为自己是全聚德股东的那些烤鸭们 他们早晚有一天会被一个一个收拾的 我们就讲一个社会主义铁拳 痛击这些小粉红的案例 最新发生的 就是在两三天前 有一个人就说了 说现在西安都饭都没得吃 三天没吃一厘米 防疫人员也不管 在网上说几句就要被封号 说西安政府 你们就是这么为人民服务的吗 这个人在控诉西安政府 实际上他控诉错了 三天号很明显不只是西安政府 西安政府也要面子 西安政府背后是党国体制 是党中央 他们都要面子的 但是他不敢骂党 他只能骂西安政府 但是他三天没吃一厘米 值得我们同情吗 我们再看他2019年曾经发过的 他说只有中国共产党 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警告香港暴徒们 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 当美国的走狗 我们现在终于可以把这句话 原封不动的送还给他了 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 你既然在伟大的祖国 正在走向伟大复兴 就不要抱怨吃不上米 我们只是把他自己的理论 套到他自己头上而已 对不对 我们看到他的这种说法 在结合他现在的遭遇 值得同情吗 这不是他想要的结果吗 甚至还有一种情况 让你非常无语 就是本来已经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了 却偏偏要回去 比如说网上就有消息 说有人回国的时候 带了宠物 然后他在被隔离的时候 被迫要签署一个承诺书 说一旦他们被发现 有这个阳性的这个结果 那他们所带的宠物 就要进行无害化处理 就是把他的宠物给杀死 有的主人就不签署这个承诺书 因为非常爱自己的宠物 那么他们在这个酒店外 被这个晾了三个多小时 这个酒店的名字叫 酒亭美居 在上海 然后说没有签协议的这个人 他报警了 然后警察不来 说疫情不管 然后他想方设法在群里 希望大家能够发小红书 抖音 微博 能够让舆论引起这个关注 但是对方说什么 说你们就算发了也没用 说转发评论什么的 五分钟就能给你撤下来 据说最终 还是有一部分人 被迫签了这个字 住进了隔离酒店 他们自己回国 愿意去享受社会主义铁拳 这是他们自己的决定 但是问题是 他们的宠物也跟着要倒霉 我一直认为 很多事情都是有因果关系的 你既然种下这个因 你就得这个果 对不对 当然了 这里边也有一些无辜者 他们本来确实也不是小粉红 也对政府的一些政策 是不满的 然后但是他们保持沉默 当然了你去反抗 也可能会牺牲 这个我们也强调这一点 就是我们不鼓励任何人去冒险 去牺牲 但是你冒险牺牲了 我们会敬重你是英雄 你沉默 我们也不会批判你 普通人都会沉默 只有极少数人敢写文章去批判 还面临身天封号和进橘子的这种可能性 所以大多数人都是沉默的 沉默的 你说他们是无辜者吗 有的时候你可以算是无辜者 但是有的时候 他们也是一种平庸之恶 所以在这片土地上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 最终导致的结果 就只有悲剧 这一种可能性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完美的 这个历史发展到今天 这个悲剧不断的重演 而我之前也讲过很多次了 在中国还要有更大的悲剧 等待着我们 这期节目又跟大家先聊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点击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怎么办 我们下期节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